撒姆尔记上第二十章 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走 来见约拿丹说 我做了什么 我有什么罪孽 我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 他竟寻缩我的性命呢 约拿丹对他说 绝对没有这事 你必不会死 我父亲做事 无论大小 没有不让我知道的 为什么这事他偏要隐瞒着我呢 不会这样的 大卫在启示说 你父亲一定知道 我在你眼中蒙恩 就心里想 不要让约拿丹知道这事 免得他伤心 可是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 又指着你的性命启示 我离死只差一步 约拿丹对大卫说 你心里想要什么 我必为你做成 大卫就对约拿丹说 你看 明天是初一 我本该与王一同做习 但是 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里 直到后天晚上 如果你父亲不见我在做 你就说 大卫恳求我 让他赶回他的本城 伯利恒去 因为他全家在那里 有限年纪的事 如果你父亲这样说 好 那么 仆人就平安无事了 如果 他大大发怒 你就知道 他决意要害我了 求你一次爱戴仆人 因为 你曾与仆人在耶和华面前立蒙约 如果 我有罪孽 你就亲手把我杀死 为什么要把我交给你父亲呢 约拿丹说 绝对没有这事 如果 我知道我父亲决意要害你 我会不告诉你吗 大卫对约拿丹说 如果你父亲严厉地回答你 谁来告诉我呢 约拿丹对大卫说 你来 我们出到田里去吧 他们二人就出到田里去了 约拿丹对大卫说 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作证 明天或后天 约在这个时候 我探出了我父亲的意思 如果他对你有好感 那时 我会不派人来告诉你吗 假如 我父亲有意要害你 我若是不告诉你 不让你走 不使你平平安安地离去 愿耶和华加倍惩罚我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好像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 我活着的时候 求你以耶和华的慈爱待我 使我不至于死 我死了以后 耶和华从地上一一剪除 大卫的仇敌的时候 你也不可向我的家 永远断绝你的慈爱 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立盲约 说愿耶和华借大卫仇敌的手 追讨违背盲约的罪 约拿丹由于爱大卫 就是大卫在启示 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命 约拿丹对大卫说 明天是初一 因为你的座位空着 人必注意到你不在 到后天 你要赶快下去 到你以前出世那天藏身的地方 在以色磐石旁边等候 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只剑 好像射剑靶一样 然后我要派一个仆人去 说你去把剑找回来 如果我对那仆人说 看啊 剑在你的后面 把剑拿回来 你就可以回来 因为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你必平安无事 如果我对仆人说 看啊 剑在你的前面 你就要离去 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 至于你我之间所说的这事 有耶和华永远在你我之间作证 于是大华在田里藏起来 到了初一 王坐席吃饭 王照常坐在他的座位上 就是靠墙的座位 约纳丹坐在对面 雅尼尔坐在扫罗旁边 大华的座位却空着 那天扫罗没有说什么 因为他心里想 这是恰巧的事 或许大华沾染了不洁 还没有得到洁净 次日就是初二 大华的座位仍是空着 于是扫罗问他的儿子约纳丹 为什么耶稀的儿子 昨天今天都没有来吃饭呢 约纳丹回答扫罗 大华恳切地求我 让他回伯利恒去 他说 求你让我去 因为我们的家在城里 有献祭的事 我哥哥吩咐我去 所以 我若是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让我离开 看看我的哥哥们 因此 大卫没有来父王的宴席 于是扫罗向约纳丹发怒 对他说 你这邪屁背逆妇人所生的 我岂不知道 你喜悦耶稀的儿子 自取羞辱 也羞辱生你的母亲吗 因为只要耶稀的儿子 还活在这世上 你和你的国就不能稳固 现在 你要派人去把他抓到我这里来 因为他是该死的 约纳丹回答他父亲扫罗说 为什么要把他处死呢 他做了什么事呢 扫罗向着约纳丹把枪直过去 要刺杀他 约纳丹就知道 他父亲已经决意要杀死大卫 约纳丹怒气冲冲地从席间退去 初二这天 他没有吃饭 因为他父亲羞辱了大卫 他就为大卫担忧 到了早晨 约纳丹照着与大卫约定的时候 出到田里去 有一个小童与他在一起 他对那童仆说 你跑去 把我所射的剑找回来 那童仆跑去的时候 约纳丹就把剑射到他前面 那童仆到了约纳丹的剑射到的地方 约纳丹就在那童仆的背后喊叫 剑不是在你的前面吗 约纳丹又在那童仆背后喊叫 赶快跑去 不要停留 那童仆就把剑拾起来 回到他主人那里去 那童仆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只有约纳丹和大卫知道 约纳丹把自己的武器交给他的童仆 对他说 你带回城里去吧 那童仆一离去 大卫就从石堆的南边起来 脸浮余地 叩拜了三次 二人互相亲嘴 相对哭泣 大卫哭得更悲痛 约纳丹对大卫说 你平平安安地走吧 我们二人曾指着 耶和卫的名启示说 愿耶和卫在你我之间 也在我的后裔和你的后裔之间作证 直到永远 大卫就起山离开 约纳丹也回城里去了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